大家好 我是芊芊 今天要來拍泱泱邀請的遺物整理師 在拍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我跟泱泱第一次見面不是在木曜 在很久以前 曾經就是 我還沒有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某一個工作場也曾經遇過泱泱 想不到吧 泱泱應該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泱泱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怎麼可以有人這麼漂亮 又非常的有氣質跟親切 好了 這是題外話 那我今天呢 就是有請我室友整理了一些 他覺得 適合留下來給其他人 給後面的 後面的人給 誰 嗨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有一點緊張 第一個看到是Super Junior的手燈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很認真的追星 因為Super Junior其實給了我很多的心靈上的支持 一開始知道Super Junior是因為 電影來台灣的跨年演唱會 後來就是 曾經看了一個綜藝節目 生童 反正就在裡面講說 Super Junior算比較早出道的二代團 所以呢 其實他那時候就有聊到說 很多年輕人就會跟他的朋友聊 然後他朋友就會覺得說 天啊 你喜歡Super Junior 連神童也喜歡嗎 然後神童就說他要為了這些 就是一些願意講出來喜歡Super Junior的人 然後繼續努力 我看完之後就覺得我好感動喔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網路上就是還滿多一些 可能不一樣的留言 我那時候其實有一點點就是走心啊 走心 對 我那時候看完 那一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就覺得哇 整個感覺好像不一樣了 就留下來給其他的人 希望大家 他們之後人生有點無聊 或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可以看Super Junior的綜藝節目 很好追 Super Junior 然後 哇 還有這個 紙條是最常戴的帽子 這個帽子是我2018年的時候在警督買的 這帽子其實對我意義非常的重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除了非常符合我頭型之外就是 它是我的安全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就是我穿再不適合的衣服 我也會戴著它 因為它就是把我整個人都遮住 因為就是我很容易水腫 然後有時候水腫樣子真的很醜 我就會很沒有自信 然後戴著它的時候 它會把那些光源全部都遮起來 我就會覺得很隱身在這個帽子裡面 我就覺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帽子應該要燒給我才對啊 這帽子對我來說很重要耶 再來是 隨身的側背包 這個 哇 裡面 裡面 裡面還有我的垃圾 這個我隨身攜帶的東西 這包包我用了六七年應該有了 陪過我做了很多大大小小事 因為這個包包它 應該一看就知道它非常的白搭 所以我其實不管是偶爾可能出門啊 或是一些參加比較大型的場合 都是背著它出去 因為我就覺得它非常的簡單好搭 很常把它塞爆 也曾經把它忘在機場過 對 再來的話是 喔 這個 第一支手錶 這上面寫我就知道是哪一支手錶了 是這一支手錶 這一支手錶是我人生第一支有品牌的手錶 但其實這一支之後我就再也沒買過手錶了 因為這是我武專時期的時候 買給自己的第一支手錶 非常的好看 你要想那時候學生時期沒賺什麼錢 它非常的白搭又好看之外 戴著的時候心情很好 我還記得我以前上課戴著它的時候 看著它我們還會默默的笑耶 然後因為我讀的是護理的學校 所以我後來再也沒買過手錶的原因 是因為護理人員就是要一直洗手啊 因為戴手錶真的很不方便 我後來就再也沒買過手錶了 哇 這真的是 拿到了你真的要好好的使用它的原因 因為它非常的白搭 再來是這個是合作的拍立的 這個我也知道 這個要訂回去很麻煩耶 這個是有來我們家拍攝的 每一組Youtuber或是藝人等等的 我都會跟他們就是拍一組拍立的 然後以及他們的簽名 我覺得也剛好很幸運 就是我是拍影像類別的Youtuber 所以其實我有很多內容上 我如果對於有一些什麼東西 想要回憶的時候 回去拉影片的時候就可以看了 你看 水哥 金針菇 然後告武人 告武人真的好可愛喔 好喜歡 然後喜納跟南國喜 許靜淳 還有 哇 五月天天團 還有徐若瑄 Vivian其實也算是我一個很重要的理晨輩 五月天也是 因為我 就是一直都自稱我自己是二齡徐若瑄 就跟那個什麼 大齡金針菇生來持是一樣的道理 就在講著講著就哇 看到本人了 就覺得好感動 Kinoshita Yuka 然後寶儀姐 寶儀姐我也好喜歡喔 我其實後來跟主持人合作的時候 我才能真的去感受到 因為平常我都是自己一個人拍片 然後老實說主持人能力很差 我還在努力當中 但是呢 跟真正的主持人合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他們真的是信首年來 就是成語典故等等 我覺得好厲害 好 泱泱 泱泱在這 就是泱泱我個人覺得 它是我心目中 覺得它本人比照片更漂亮 拿到的你可以拿去買 沒有 你知道默默的拍著拍著也 也這麼多張了耶 阿嘎應該算是我 拍YouTuber 就是除了玩 Gosoba比賽之外 就是在第二度在網路上 就是很多人注意是因為跟阿嘎的合作 這也算是我第一次跟人家合作 你們有發現其實我很少跟人家合作嗎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 主持人的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其實有非常多我很喜歡的歌手 來找我問我要不要合作 然後我後來都沒有答應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怕 對他們沒有加分 你知道嗎 對啊 題外話講一下 哎唷 髮褲 這個是我直播的時候很常戴的髮褲 因為這個戴著可以遮我的前額有點塗 這很棒耶 這可能可以留下來 大家沒事就可以戴一下 你看我現在就可以戴起來了 還是我現在就戴著 哇 必有漫畫啊 這一本是我的收藏本 所以我的包裝還沒有猜 必有漫畫 這是古時族的 君在夏日之中 妳は夏の中 應該是當年啦 我有點不太確定 這是古時族漫畫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多的興趣 可能跳芭蕾舞或是其他的 我其實想不太錯我有什麼興趣 但其中一個興趣就是追星之外 追星也是這兩年才開始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看必有書 因為我覺得看必有書會讓我整個 就是沉浸在這個世界 然後看了會很舒壓 就算劇情不是很多肉的 像這一種比較清水類型的 我也很喜歡 希望留下來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來 大家會喜歡 這個是 而且赤服的字 我是不是有還寫錯字 不是文族的嗎 好 這是教育部的衣服 上面還有鉛鉛 這個教育部的衣服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題文 因為我上面寫的事件 其實是在我人生當中 是很大的一個事件 因為我很少很公開的講 內心話或是我以前的故事 就包括錄這一支影片也是 我其實很少有講一些比較感性 或是什麼相關的東西 所以 這是我第一次很公開的去分享 以前經歷過一些事情 公開分享我內心不是 因為我已經釋懷了 所以才分享 但是我覺得 能夠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滿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嘛 之前滿多人會說 就是你人生 你後來會成長到什麼一個階段 其實跟你的家庭背景有相關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 也跟你的小時候經歷過什麼有相關 因為在心智尚未成熟的時候 其實你很容易被各種事物給影響 然後我就是當時被影響得很深 因為事件其實已經過了 但是因為當下其實有很多的情緒 跟很多的一些自卑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還滿影響到 我之後的每一個階段 就包括現在也是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就是 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呢 拿到人要知道就是 如果當你被人討厭 或是發生過很多事情 你不能理解為什麼的時候 不要第一個怪自己 因為有時候不是你不好 因為我就是因為太 在現在那個泥沼之中 一直覺得一定是因為我不好 所以才會這樣 對 好啦 希望拿到這件衣服的人 要有勇氣 知道嗎 好 下一個 喔 這個 為什麼不正方護士服啊 這個印章 我相信醫護相關的人員應該都有 這個是我以前在當護理人員的時候 就是處理完每一個order的時候 它都是需要蓋章 欸 壞掉了 有沒有人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主要是因為方便拿取的關係 這樣拿起來直接就可以蓋 因為它小小的其實你不是很好拿 不管是任何職業的 任何行業的人啊 他們它其實都會有一些 周邊的一些小東西 是旁人無法理解 可是在這個行業的人 一看就懂的東西 例如這個就是 接下來這個是 喔 這個應該要一起講才對 這個是丸子蕎麥麵的紀念品 有人是因為丸子蕎麥麵比賽認識我的嗎 這算是我人生的一個轉類點之一 最多人注意到的其實是因為玩Gosoba的比賽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硬邀去日本的花捲去比賽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吃滿多的嘛 吃滿多的 所以台灣的新聞媒體上其實還滿多的曝光 那一個時期後面才開始拍影片的 然後我那時候去花捲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 但其實沒有到很多 因為畢竟那時候有上過電視 可能少許有在追大網的人知道 我那時候被硬邀到日本的花捲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點緊張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 玩Gosoba的那一支影片 因為我後來有回到花捲再重新拍一支影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受到絕和先生 這也可以剩下的照片 絕和先生跟當地的一些工作人員 非常多的幫助 因為其實就真的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可是他們對我非常的好之外 他們其實就是一群年輕人 然後花捲其實在日本算是一個 比較少年輕人的地方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眼睛在發光 對著我說他們帆鄉 就是為了發揚他們花捲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這群年輕人好酷喔 應該說頻道的訂閱數 有一點點累積之後 就把它算當作一個回憶之旅 就有再回到日本的花捲 然後也跑到絕和先生的店 去吃了玩Gosoba的挑戰 然後我吃了462碗 我那個真的很多 但是玩Gosoba其實真的我覺得滿有趣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就疫情過後可以去吃吃看 哇 這是很重要的耶 這個真的是一定要 一定要留著 其實我人生當中會很記得 就是第一個幫助我或是怎麼樣的人 就某一個階段的第一個 我覺得可能跟從小的家庭背景有相關 所以我就是比較多感受到的 其實都沒有到真的非常的友善 所以當有人在第一個階段 就對我釋出非常友善的訊息的時候 其實我對這些都非常的感激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心思非常敏感的人 所以我其實對這一些就是非常的感謝 然後 喔 這是護照 這個護照皮是在韓國買的 光護照皮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耶 第一次去逛韓國市集去買的 你知道它就是越舊越好看 就跟護照上面的蓋章要越多越好一樣 雖然說現在變成就是 自動通關 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的蓋章 但是呢 就是 還是喜歡它舅舅的感覺 這樣是不是挺可愛的 嘿 我光18年去日本就去了 18次吧 超多次 最經典的剛好放在最下面 大衛王比賽的名牌 上面還寫24歲 這人設18歲的嗎 這個其實是我在網路上 很多人知道的第一次的曝光 這個就是參加大衛王比賽 去參加的時候其實是我朋友就講說 你很會吃不然就去給人家點點看 然後後來就意外 就進階到下一個階段嘛 代表台灣出去比賽 到美國比賽的時候 輸了嘛 然後輸得非常的難堪 其實我那時候 拍攝出來大家看到的成品 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我回飯店是爆哭 因為我這個人的好勝心非常的強 現在的好勝心沒有以前強 當然好勝心還是強 但我覺得沒有像以前一樣這麼的好強 因為我覺得那兩個是有點點不一樣 因為以前很喜歡城牆 第一次參加大衛王比賽 然後以前也從來沒有錄過節目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實際去體驗 電視上錄節目的感覺 而且還是錄日本的 不是錄台灣節目 感覺都特別的不一樣 就哇 天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因為這場比賽 所以我原本是護理人員嘛 然後進了就是踏入了 YouTuber這個區塊 這個真的要留著耶 因為這不是人人都有的 裡面還有這個是什麼 洋洋 這個是 這是意外放進來的嗎 這是洋洋的卡片 喔 這怎麼這麼可愛 這我要拿去賣 這可能是意外放進來的 這照片真的很漂亮 我最喜歡這張 然後這一次呢 也非常的感謝洋洋 就是邀請我拍 衣物理醫師這個系列 因為其實我在答應之前 有一點點的猶豫 對 我覺得前面剛剛應該就是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心思其實有點細膩 過於細膩 可能大家看影片感受不太出來 就是非常的糾結 因為我很想拍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又很怕說 這個內容拍到一半我就是會爆哭 我覺得我人生發生了很多事情就是 我相信大家去看一下那個 教育部的文章可能稍微會略自一了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講出來的 很在內心深處的東西 然後我有時候會怕大家會覺得太沉重 對 所以我才會那時候就很糾結 就是要不要就是答應這系列 但是我覺得答應 很棒的一個點是在於 因為其實這是我室友幫我整理 他覺得 就是對我的每一個階段的人生很有意義 你會發現說其他人 就像包括我室友是用 哪一種角度去看這些東西 其實我那時候在看 遺物理醫師這部片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的內容是 沒有預期的死亡 所以是由遺物理醫師他們去整理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這件事可預期的時候 你會幫自己整理什麼東西 留給你的家人或是朋友 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覺得可能在疫情的這個階段 我對於很多以前覺得理所當然的事變得很珍惜 對 對 所以就是莫名的就有點感性起來了 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如果人生走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你會想要留下什麼東西給你的朋友或是家人 以及你希望他們對於你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我希望大家對我的印象是歡樂的 今天也非常的感謝楊安邀請我這部影片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部影片有沒有覺得 天啊 這是誰啊 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 也希望大家呢 人生的旅途當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要牢記在心就是 有時候真的不是因為你不好 為什麼要一直重複這句話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大家記得點讚 點訂閱 這個系列的影片呢 還有其他YouTuber也有唱片 大家也要記得去看喔 就先講 掰掰 講一講 我本來覺得沒有很感興 可是講一講因為有點想要弱勒 謝謝你的生意 請問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